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的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21日的星期二 我就继续为大家带来与中国相关的时政和财经消息 当然也非常期待您一部大洋新闻 看我过往的采访和综述 今天的头条是习近平和教皇的互动 他很有可能邀请教皇访问中国而首站据说就是武汉 在头条之前就先看今天的快讯 过半在华美企预计两国脱钩 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就显示 超过七成受访企业只不会因为疫情 而将供应链或者采购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当下更多聚焦于风险管理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中文网站 商会会员就超过了3300人 代表着800家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 综合财新网等中国媒体4月20日的最新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在4月17日的一场记者会上就表示 不同于一些国际上的观点 我们基于中国本土调查的数据结果就显示 大多数会员企业都不会离开中国市场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 以及普华永道中国联手的问卷调查就显示 超过70%的售房企业表示 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将生产供应链或采购 迁至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而有意将采购迁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公司 则占比24% 是计划将生产迁到其他地区的两倍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纪凯文就此表示 美国在华企业对付钱鼓励回签并不积极 因为搬迁成本只是生产运营成本的一部分 距离市场的远近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有没有充足的合适技能劳动力 以及生态系统 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存在等等 都是企业的重要考量 齐凯文还表示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决策更多由商业驱动 而非打包就走那么简单 本次调查也显示 美国企业期待中国监管环境的改善 这些改善可能将在疫情平息之后 吸引更多公司在中国投资 预示着转机的到来 2019年10月中美经贸谈判期间 中国美国商会也曾做过一份类似的调查 当时66%的受访者就认为 中美两国经济体不可能脱钩 这一次调查中认为 中美经济不可能脱钩的企业 占比降低至44% 20%的受访者则预计脱钩将加速 没有受访者认为脱钩速度会放缓 接下去是今天的头条 习近平骑行险招教宗或应邀访问武汉 意大利一份正论杂志日前就爆料 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正秘密安排 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 首站就是武汉 教宗在中国大陆也称为教皇 报道还指 对中国友善的意大利国政府 正积极促成此事 而帕洛林与意大利的总统府 总理府高层都在封城期间 曾经密会商讨 意大利杂志真相日前就披露了 这一消息 教廷就还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 台湾当局和大陆当局也都没有表态 中央社的报道就指 教廷是中华民国在欧洲 唯一的邦交国 中央社还援引真相杂志的报道就指 帕洛林正在着手教宗首度访问中国的历史性计划 首站就选在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地武汉 因为近日武汉解除了封城 教宗访问武汉就可以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象征希望的重生意义 而教宗之后将转往北京等城市访问 报道就分析 教廷选在疫情期间启动教宗访问中国的计划 时机是经过精算的 因为中国正因为隐匿疫情饱受国际批判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急需巩固造弱化的领导威信 因此中国将是教宗访问为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相对去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时 教廷国务院也曾立促双边峰会 当时中国则顾忌党内的压力踩了刹车 那么同时也有专家分析就认为 如果教宗访问武汉的报道为真 代表中国近期全球大外宣效果就不好 习近平为了巩固政权缓解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 只能干冒中国共产党的大忌 走妖教宗访忠这不险其 亲手打破中共坚持的无神论 外国势力不得干预内政等所谓的铁律 而这一突破就有助于中国走向宗教的自由民主开放 也是教廷设定的长远目标之一 那么报道还指出 帕洛林就透过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意大利政府安排此事 意大利的总统府秘书长鲁佩提 近期就多次被募集进入了梵蒂冈的城内 而意大利总理孔蒂 那么中国大陆也称为孔特 他的执政团队也介入了协助教宗访问中国的事宜 习近平在3月16日就曾与孔蒂 或者说孔特通过电话来讨论 中国和意大利合作抗议的事宜 那么孔蒂在3月30日获得教宗私下接见 但梵蒂冈新闻网仅公布了会面的照片 对于教宗与孔蒂对谈内容则强调是未知的 一位熟悉梵中事务的专家就指出 梵中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协议 就使中国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的领袖 教廷就视此为对中谈判的重大胜利 下一个目标就是不计代价推动教宗访问中国了 教廷新闻室4月9日就曾大动作感谢来自中国的援助疫情的物资 被迅时报等多家意大利媒体就解读成为是梵中的口罩外交 认为继梵中外长2月在慕尼黑的历史性会晤之后 教廷已经在位下一步骑铺路 以上就是中央社援引意大利媒体真相杂志的相关的报道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棋局多久开始启动 接下去是今天的二条 德国最大报主编就表示 证明中国的事情难于上青天 在刊文提出是否应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买单之后 德国最大报纸图片报 4月17日又发表了一封主编莱希尔特 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公开信 这封信就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4月19日 莱希尔特就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谈到了以上的两个大动作 他特别强调 想证明中国的事情真的是难于上青天 莱希尔特首先就回应了为什么要撰写 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买单一文 他就表示如果一个政府像中国当局那样 没有能够及时向他国通报有关这场疫情的重要信息 显然事情也正是如此 那么将对世界所有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我们就开出了一份账单 告诉中国政府有担代付 这是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也是许多人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表示正在调查 德国外长马斯也提到了这一话题 所以我相信我们可能会有所发现 莱希尔特还同时强调 他认为中国不会买单 他们永远不会买单 因为他们从来没买过 例如他们从其他国家盗窃的范例 中国或者说中国政府喜欢拿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却不会付钱 但是这并不代表自由的媒体 就不能发表相关文章和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被问到为什么坚持认为病毒源于中国的生鲜市场时 莱希尔特就表示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 也是中国自己提出的新冠病毒和中国的生鲜市场之间 就有紧密的联系 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在没有置评的情况下 就关闭了这些市场 所以我认为 证明中国发生的事情难于上青天 中国确保外界难以证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基本上是里无可疑的 他同时做了强调 那就是这里的关键问题 其实并不是病毒来自中国的哪里 而是它来自中国 并且中国失职 他们不仅失职 而且他们曾决定忽视世界其他地方 他们曾选择不通知其他国家 莱希尔特就特别给出了一个例子 他说例如许多德国当局的官员 包括德国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都表示 中国卫生系统的官员不接他们的电话 在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里 莱希尔特还强调 习近平想透过一场源自中国的瘟疫 让中国更强大 他对这个说法进行了解释 他说 据我们迄今了解的信息 他们没有故意使疫情发生 他们只是未能阻止疫情的蔓延 未能及时通报全世界 事实上我们报纸从未说过中国故意为之 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指责 那是一种阴谋论 我做出了具体的指责 他们和阴谋论无关 而且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更加明确的 提及和讨论这些事实 至少要比现在明确的多 那么他所指的事实 当然就是指中国没有能够阻止疫情的蔓延 也没有能及时通报全世界 那么针对画报对中国和习近平的批评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就做了所谓的积极回应 四天内五度发文表达对画报及其他德媒不满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就特别指画报不代表德国 称德国外交部建立的跨媒体资讯网站 就对画报做了这样的介绍 如果你喜欢新闻八卦和煽情就请订阅 那么毫无疑问是在对画报进行冷嘲热讽 接下去是一则人物报道 习近平决定拿下孙力军 孙力军就催生了反送中的运动 曾是中国最牛的局长 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的党委委员孙力军 在4月19日晚就突然被中纪委指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而被调查 有中共问题专家就分析 孙力军落马就已与其在前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支持下制造了多宗中外侧幕的政治案件 就导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背了所谓的黑锅 与这样的大背景有关系 那么在反习声音越来越大的情势之下 习近平就决定进行反击 香港媒体的报道就强调 此案对习近平政权的冲击意义绝不亚于薄熙来案 令计划案和周永康案等等 苹果就援引明镜新闻集团创办人 中共问题专家和平的观点指 孙力军掌控公安部一局国内保卫局期间 亲自操办了如肖建华案 铜锣湾书店案 709案等大案 重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催生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同时也让习近平背上了所谓的黑锅 他还透露 孙力军由上海市卫生系统的小官员 攀上当时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 在孟建柱布提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实力派 2001年被外放江西时 孟建柱的妻子就由孙力军来进行照应 2007年孟建柱回京任公安部的部长 就将孙力军调到身边 先后任公安部办公厅的副主任大秘 公安26局也就是反邪教局 后来并入了中央610办 他就任局长 还担任了公安部港澳台办主任等职 到了2012年 中共十八大孟建柱进入中共政治局之后 并让孙力军出长国保局 那么孙力军就成为了公安部最具实权的人物 和平还引述消息指 当时孙力军其实只是一个局长 但经常打着习办彭办的旗号 甚至以习近平的名义绕过部长下指令 形成了习天子一利诸侯的局面 这就是公安部4月19日晚紧急召开党委会议 痛斥孙力军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 妄自尊大 我行我素 搞一个人说了算 把封管领域搞成个人自留地等罪状的缘由 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会上还警告 绝不允许任人为亲任人为利 拉帮结派搞小团伙小圈子 而且将孙力军和周永康 孟宏伟挂钩表示要清楚他们的流毒影响 显示孙力军案件的严重性 那么同时也暗示了公安部面临新一轮的大清洗 至于是否会延烧到孟建柱 目前就有待观察 北京消息就透露 孙力军其实早在4月1日就被捕了 到4月19日才官宣 这就主要是因为担心孙力军的部下会造反 会谋反 赵克志连夜召集公安部副局级以上官员开会 借机会就通报孙力军的案情 同时逼迫他们表态支持导孙 美籍华人中国问题专家曹长青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公安部对孙力军被查的声明强调要维护习近平的权威 就显示孙力军的问题还涉及到对习近平不忠心 孙力军作为中共的英选都背后对习有微词 就说明中共高层对习近平的不满暗潮汹涌 曹长青还指出在全球要追究中共及习近平隐瞒疫情责任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突然拿下孙力军 预示中共高层内斗非常诡秘激烈 最后是一则快讯 澳大利亚就正式跟进了 要求独立调查中国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4月19日星期天就表示 澳大利亚坚持检视的问题就包括 中国对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的回应和相关做法 他表示他对中国在疫情透明度问题上的关注 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佩恩在星期天接受澳大利亚ABC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 跟新冠病毒有关的问题需要接受独立的检验 他认为这样做非常重要 佩恩还表示 他希望中国解释清楚疫情如何开始 中国如何处理疫情 有没有充分公开资讯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互动等等相关的问题 佩恩还补充说 由于他现在对北京的透明度极为关注 他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会在某种方面 改变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 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佩恩还强调 澳大利亚与美国有同样的关注 那么综合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星期天 澳大利亚就有53个新的确诊的病例 这就使得整个澳大利亚感染总数为6586例 死亡案例就为71例 澳大利亚已经连续7天来 新增病例比率在1%以下 这比其他许多国家就低很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的主持人调查记者 岳哥真实报道热情发声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得到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来对我进行打赏 最后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在所谓的疫区了 就让我们彼此道一声珍重吧 朋友们下期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